来观战一把啊 有观众说这个囚徒是呱呱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看阵容 那有囚徒 估计机械跑不了 他们四黑的话 现在这套阵容真的上分太快了 机械囚徒 然后带 诶没有 这边是酒匠的车队啊 遇到的是热情哥 这套阵容呢 说实话打破轮 有点吃力的 就是 他没办法打正面啊 这个阵容 保不了人 然后呢 这套地图破轮上来抓个邮差 抓个囚徒 甚至抓个祭司都可以抓 只要破轮滚得好 求生者就没有操作空间 带几个飞轮 一个飞轮 邮差的话不是飞轮 那就只有祭司一个飞轮 打不了 讲道理热情哥的操作 我们是都见过的 一波 好滚上 酒匠 酒匠 操作再好也没用啊 这边有夹子有闪现 你躲得了夹子 你躲不了闪现 闪现一刀抬走 这个时候只有祭司的洞 但祭司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 没有洞给到 没有洞可以给到的 有个夹子 封住了 好的 虽然说这刀打不到 但是后面的话可以交闪现 放狗 咬中漂亮 再封个夹 没封到 哎 这只狗很关键啊 嗯 酒匠操作 还是细腻啊 差不多了 交个闪现 可以了 可以了 逼出闪现 可以 真可以了 但是核心问题这刀阵容 打破轮在这张地图 真没法打 这个击倒时间 我觉得破轮保平真胜 真胜面很高 因为你这个 邮差是保不活的 佣兵这边过来 直接秒救嘛 我觉得破轮也能接受 就他们如果说 三个人都带飞轮啊 祭司也带 祭司带飞轮 囚徒邮差都带飞轮 我觉得我还能写写剧本 现在可能就只有掉线 这个剧本 这边的话 赤没滚上 这波赤没滚上 补上一只狗 热情哥 你这一手有点急啊 这一波怎么回事啊 那不出大事情 这边祭司过来 帮忙 扛 还好 这一个神仙夹 这一个夹子 如果没夹中 这边油柴穿洞 那就真出事情了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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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台机修掉 机子是完全不够的 机子是完全不够的 对于破轮来讲 球者这边只有一手控 叫做囚徒的垫 囚徒的垫 能起什么大风浪呢 对不对 你垫一下 我直接把人给击倒都可以 现在祭司的洞 是没什么用的 这个洞只能是等到 就是那会破轮切形态的时候 再看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油拆一定不会穿这个洞 这个洞呢 一定是破轮先把这个洞给破了 然后再过来找你油拆 油拆一定不会穿这个洞 穿这个洞 就是白送一个洞 这边 看一下 往下跳 有高低差 再穿洞 让你的悲观交不了 穿过来 反穿 没能成功 一个悲观爆 囚徒 这边破轮还等了一手 过来 就囚徒一个垫 没用 真没用 交垫还得扛刀呢 你在开玩笑啊 呱呱 卡个板子 但求人者这边的配合是打得真好啊 这边 交完 垫 垫下来的同时 祭司的洞就已经到位了 但凡张才如果能扛一刀 这个 油拆穿一个洞走 那又要拖很久的一个时间了 现在密码机不够 二阶破轮 手里面是带戏穴的 我们说 哎哟 飞轮 这波飞轮 躲掉这个戏穴就很关键了 因为祭司不会倒 三个人在场上面的话 囚徒外围 可以连一手线 看情况来补击子 三人开门战友了 三人开门战友了 这把真的打得很精彩 比我想象中的要精彩的多 我以为是破轮会摁着穷者打 但没想到穷者真的就 就这套阵容 他们也能够打出 这样的一个对抗 高质量的一个对抗 一个悲观 拥兵满血 破轮一定不可能守的 这个时候挂上人 我是觉得挂上人以后再往外打 再击倒一个人就赢了 当然他这边选择 不挂的也行 细血 好的 夹中 叶刀 这波总得挂人了吧 这波应该得挂了 这波挂 挂上以后外面只有一个火口 范老师 范老师先修机子 然后等囚徒这边交自己 再看情况 你说穷者这边一定没机会吗 由于破轮我们 大概率知道 他是张狂加 风窗吧 应该是张狂加风窗 我刚刚天赋的话 没有技啊 他有没有狩猎本的 因为他好像是有风窗的 他大概率是不带挽留的 不带挽留的话 一刀想打佣兵 没能成 捕 换 哎呦 范老师这波有点吃亏 但是这边车来了 车来了 囚徒这边远程送机 祭司上去捕 傭兵也要上去捕 破轮这边开轮形态 这个机子能亮 这个机子能亮的话 三人开门站 好像还是有机会 这边找祭司 细血 密码机点亮 悲观爆 这边祭司有飞轮有洞 这波车是帮了求生者一波大忙 本来可能 密码机还会差一点吧 不确定 囚徒这边是教自己的 祭司这边的话有飞轮 其实这个时候处理祭司 飞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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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悲观爆 悲观CD好了 放 那边 囚徒 走 不了 囚徒走不了 这边先打你一刀 傭兵过来点门 这个门能开 门能开的话 傭兵 还想把祭司 摸起来 祭司是有自起的 他们还想打吗 这破轮 还有个闪现呢 吃一刀 救下来 穿 洞 切 有底牌 可惜这个刀器 这刀如果躲了 好像能挤一挤 哇塞 这些人打的真的是 都不要命的 这种打法呢 就容易教坏我们 就是看视频 看直播的观众 就搞得 哇 好帅 我也想这么打 然后把自己送进去 好帅